县长徐正蔚应邀参加了花莲县流姓中青会举办的第十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还有中青季主迎新春活动 县长他表示说中青会强调积极奉献的态度不仅让他感到很敬佩 也深刻期许流氏中青会可以持续运作下去 把这种奉献精神传播到整个花莲 花莲县流姓中青会举办第十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及中青季主迎新春活动 趁着难得放弃了好天气 会员出席状况相当踊跃 现在学生委员亲自出席这次的活动 不仅替会场增添了许多热闹的气氛 更体现了流姓中青会向来给人称到的中青凝聚力 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每一次来参加流姓中青的时候 不是我们大会就是我们C组 这是我们创会每一次都会来的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敬佩 因为刘县长他是创会的会长 所以专国要怕陶陶 因为他这个会要把他关掉 而且要照顾到每一个县市 而我们也看到总会长 也是因为单个人总会长责任 和整个传承 我们子孙的护佑 还有让每一个县市让子孙知凡夜貌 这就是总会长的责任 所以我们每一次也看到我们刘大董 刘总会长 这样就是买问金融会打 就是要我们的会好 我们的惊喜好 这就是真的是我们的敬重的老前辈 所以有这么多的前辈给我们看过 我们更要努力 更要团结 尤其是花年的发展 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流失中心的子孙 无论是工商对于社会 对于地方 对于国家 都能够成为国之动员 社会的要脚 工商的草处 这位也要再一次 谢谢我们流失中心会 还有所有的中长的努力 再次谢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 贵物昌隆 家庭幸福 健康快乐 谢谢 现在学生表示 花园县流失中心会 在老人关怀 奖励七年学子 以及自强活动的体办上 处理上当的多 已经成为花园县各中心会的模办 他也取悉中心会 能够把这样的奉献精神 援系下去 让花园能够在各式中心会的 高度灵气之下 真正成为一个崇尚伦理精神 就成为共和共荣的幸福城市 记得喜欢你 欢迎收视频道